Hello大家好,我是对对 今天想分享的是 基本上国际游客来新西兰一定会体验的 极限运动项目叫做高空跳伞 Skydive 要通过我自己的三次高空跳伞的经历 以及我三年在游客中心工作的经验 给大家提供一些教训跳伞公司 跳伞目的地的比较实用的攻略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自己是体验过三次的高空跳伞 第一次跳伞的经历是在南岛西海岸的福克斯冰川 当时的福克斯冰川的跳伞公司 是一家非常小的公司 它的飞机小到大概只能坐两组乘客这样的情况 飞机上也是没有座椅的 所以你是要坐在飞机的地上 虽然说是我的第一次高空跳伞 但是我记得我一点也不紧张 其实是很尴尬的心情 就是因为它那个飞机是没有座位的 当那个教练他在我背后嘛 他把我和他捆在一起之后呢 我是需要完完全全的坐在那个教练的腿上的 我是觉得特别的尴尬 我就想赶紧结束 赶紧从飞机上跳下去 福克斯冰川的话 我没有买照相的这个套餐 没有留下什么记录 下面的景色主要是雪山冰川 还有这个山川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我的第二次跳伞经历 福克斯冰川距离福克斯非常的近 开车也就是要30分钟的时间 可能会问你为什么会在两个这么近的地方跳伞 当时在France Joseph的主要原因是提供新西兰全境最高的跳伞的高度 它的最高的高度可以达到18000英尺 它的自由落体时间是大概可以达到85秒到90秒钟这样的一个自由落体的时间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 你可能会说我不喜欢自由落体的感觉 我去游乐园玩这个海盗船或者是玩这些项目 我很不喜欢自由落体的感觉 我想说的是就高空跳伞这个项目费用时不低 那么其实你的钱花在哪呢 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这个钱很大程度上是让你来体验这个自由落体的感觉 因为如果你只是说我就是想在空中比较悠闲 看风景啊 那可能你去玩一个滑跳伞就可以了 它比这个高空跳伞的费用便宜很多 如果你是说我是想要玩极限运动 那你可以去玩蹦极 蹦极比高空跳伞要刺激多了 高空跳伞我觉得它的一个精华就是自由落体 所以自由落体的时间太短 我是完全不推荐的 我是觉得意义没有那么大 毕竟还是想要有一个这样完整的体验的 对吧 最低的高度有的时候可能自由落体只有大概20秒钟的时间 你可能你刚开始紧张 然后就结束了 它这个伞就开了 你通中就开始一个降落伞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了 所以我会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划算 France Joseph的话就是为了体验这样的一个高度吧 我记得这个飞机飞到大概12000英尺之后呢 你是需要带氧气罩的在飞机上 其实挺深刻的记得 当时从飞翔跳下去 我是觉得这个自由落体的时间是有点过长的 我有大概几秒钟的时间是觉得有一点窒息的感觉 但还好之后散开了之后就结束了啊 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经历 France Joseph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 它除了会有雪山冰川 连绵不绝的山川之外呢 它还是临近海岸线的 大概三分之二的景色你可以看到的是山 然后还有三分之一的景色是那种绵长的海岸线 以及大海所以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独特 非常的不错的 那么来到我的第三次的跳伞的经历 那当时是在皇后站 当时是有两个拍照的选项都选择了 一个是这个教练 他会拿着GoPro来拍我 另外的话呢 有一个跟拍的摄影师 他会从飞机上和我们一起跳下去 然后他在空中来进行一个拍摄 当时其实做这个选择 是因为在France Joseph的话 当时没有跟拍摄影师的选项 只有GoPro 那其实我会觉得那个照片拍出来 就不怎么好看 就不好意思放出来 在皇后站的话 我也是做了很多功课 看了很多这个游客拍摄的照片 然后我觉得这个摄影师跟拍的角度 真的是比GoPro强太多 所以当时其实两个选项都选了 我觉得结果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两组照片 还有这个当时拍摄的视频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这个跟拍摄影师 他就是完全可以给你拍到 180度甚至270度的这样一个风景 而且皇后镇非常令人震撼 是他下面的景色太漂亮了 如果去过皇后镇 或者你看一下这个地图 他大概是一个这个L的形状 那皇后镇大概是在这个L的中间 这个拐弯的这个位置上面 所以呢 他跳伞基地又在紧贴湖边的 这样一个小的这个小半岛上面类似 所以你从飞机上跳下去的那一瞬间 你几乎完全就是在湖面上面的 下面全部都是水 群山环绕 然后下面是一片湖水 可能有一点天池的那种感觉 去想象一下他这种感受 有多么的震撼 所以我是觉得皇后镇非常非常非常的推价 没有广告 我在皇后镇跳的是这个12000英尺的这样一个高度 就是大概中间的这样一个高度 我一般给客人推荐 也是会推荐这个中间的高度 可能因为最高的高度 有可能会有人出现不舒服的情况 然后最低的我是觉得不划算了 刚才解释过了 去跳伞的话你是不需要注意发型的 因为他会给你一个类似于像地雷一样的帽子 就是那个帽子就是非常毁颜值的 不会太好看的 那个发型你是不用注意 好了那分享了这么多 我也希望这些攻略可以帮助到你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关于新潜旅行 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 所有的留言我都会看 我们下期继续 下次见 拜拜